随处可见的落叶也能成为艺术品 在上海常年民间艺术家李亚飞的手中 秋天上海马路上随处可见的梧桐树叶 经过清洗、珍珠、客绘 变成了一片片精美的叶雕作品 今日在李亚飞的工作室里 他向记者展示了叶雕的创作过程 挑选落叶叶片平整叶面并清洗消毒 放瓶晾干后用碱水珍珠再搅拌 清理叶面脏水 据李亚飞介绍 制作叶雕的难点主要在处理叶片这个前期步骤 捡取的落叶叶片要不厚适中色泽均匀 捡水珍珠的火候和时间 要根据叶片的重量大小调整 叶雕的难点实际上就是处理叶子的时候 每次去教学 他们就问我这个叶子拿回去 你教我的方法去烧 但是不行 我说一点一点要摸索 一点一点要看 我说难点就在这个雕 在正式制作叶雕前 还需要手工雕刻图案模板 而后将模板要在叶子上保持不动 用刷子刷去叶面的叶肉 用清水冲掉脏水 再吸干水分 一副叶雕作品就完成了 与传统的手工艺人不同 李亚飞非常热衷在传统文化中融入现代元素 让飞翼文化更能被大众接受 比如为了挑选最合适效率最高的叶雕工具 他花了数万元购买各式工具 而后发现手里均匀震动快速的电动牙刷最好用 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叶雕 他用随处可买的镂空书签 代替手工雕刻模板 解决叶雕需要美术功底这个门槛 李亚飞十分重视夜雕的传承 他经常会去学校社区现场教授夜雕记忆 让更多人了解喜欢飞翼文化 据悉如今李亚飞的作品已多达上百个 包括梅兰竹菊四君子系列 献礼新中国七十华旦系列 老烧海风情系列等 未来他还计划把24校 十二生肖和传统节日等结合到夜雕中 并在烧海常宁特色马路上做展览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小 PM 静 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